Hello 大家好 Jazzy 大家幾好嘛 我還可以 但是這個國家一般般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影片開始之前 就一定要很衷心的 多謝沖神 因為他昨晚在他的Live Show 是推廣了我的Channel 我由原來幾十個Subscribe 到今天都百幾個了 雖然這個數量還是很少 但是那個增幅真的很驚人 都會繼續努力的 希望拍多些 各位覺得Informate的影片出來 至於模型的話 我都會繼續拍的 但是因為近期真的太過悶 還有我沒有入新課 那就和大家吹一下水 希望大家沒有介意 OK 那今天講什麼Topic 突然之間有個Friend 去suggest我講傳統武術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傳統武術 在我們那個中國內地 是之前非常熱門的一個話題 為什麼呢 傳統武術幾千年的事情 經常都有的 功夫片又不是什麼新題材 有什麼好說的 不是的 近期在內地 就牽起一段Argument 就是說 傳統武術和現代搏擊技 哪樣好打些 那傳統武術呢 就好像什麼少林武當 詠春那些 那些 那現代搏擊技呢 就是西洋拳 Muay Thai 就是泰拳 和現代空手道 我們中國的呢 就有散打 對了 就是Chinese Kickboxing 那如果你給我選擇的話 我真的要選擇的話 我是會覺得 現代搏擊技能夠強的 我自己本人呢 是玩過幾年散打的 那練散打的人呢 是不會練套路的 就是你那些什麼 方意志 潛陽馬那些 是不會練的 是注重於肌肉訓練 就是你的持久力 強度 甚至你的抗擊能力 都要去訓練的 那 現代搏擊技 那個 系統性訓練 是強很多的 那 還有每一個動作呢 都是以擊倒對手為目標的 那 那 傳統武術不是說它弱 但是 相比起之下呢 就沒有那麼強 對了 那 其實 我講這一段說話出來呢 很多可能我們自己的中國人 就會說 喂 Jesse 你不愛國啊 你否認你自己的文化 中國傳統功夫 怎麼會弱雞啊 重新一點 不是弱雞 還有呢 就算我真的不支持傳統功夫呢 都不代表說我 否認整個中國文化 或者中華文化 這樣 是的 嗯 那 OK 那 我就是想延伸到這個話題了 喏 你 就是 很多 很多我們的同胞 覺得 因為這件事是我們創造的 所以它一定要是最強 就是它會有一個這樣的情義結體 就是不是不好 就是 We should be proud about culture 就是 我們是應該為中華文化感到驕傲 但是呢 你也都必須要承認 這個社會是進步的 就是有時候 可能 有某些東西 你在某個時代那裏適用 但是拿到現代呢 可能已經被人淘汰了 這個我們一定要承認 還有呢 那樣東西 是不是你創造 是不是你發明的呢 不是最重要 是 我覺得是 你能不能夠將這件事用得最好 將它發揮到最極致 才是最重要 首先 又說回武術了 不如說拳擊吧 菲律賓拳王 Manny Pacquiao 他呢 他是菲律賓人 他又是世界冠軍 全世界好識 但是 拳擊 不是菲律賓人發明的 只不過他真的為他的國家 甚至為整個亞洲爭光 是不是 然後呢 近一點的 乒乓球 乒乓球 很多呢 是歐洲人發明的 但是講到乒乓球 競技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我們中國 敵得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人家創造的東西 或者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 即是他那個origin 是哪裏 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將它發揮得好 好像我們中國人現在用得最多的軟件 就是那些apps呢 你說到社交媒體的 微博 微信 還有你說應用在實際生活的 美團外賣 DD打車 甚至高科技的高鐵 那這些都是我們現在 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東西 只不過呢 它的origin又不是在我們這裏 即是這些concept 都是別人發明的 只不過我們將它們發揚光大 這個就夠了 是不是 最起碼現在 你說起高鐵的時候 你會想起中國先 你暫時不會想起日本的 以前一講起高鐵 哦 日本的子彈列車 但是現在講起高速列車 大部分人先想起中國 是不是 那所以 對 即是各位可以靈活一點點 在這個點子上 有些傳統文化是好的 我們一定要保留 但是如果有些東西 它應該需要發展的 我們不要太過 執著於在這個點子上 我們可以想得深遠一點 然後呢 就繼續把它利用得好一點 那就夠了 好了 今晚的影片講到這裏 拜拜